这场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夺走了超过44万条人命了 目前各界也都在积极寻找解方 那么有好消息 这是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团队发现 有一种很廉价 而且其实已经广泛使用的类固醇 叫做蒂瑟米松 可以有效地降低新冠重症患者的死亡率 英国当局16号宣布好消息 牛津大学研究团队对6000多名新冠肺炎患者进行药物实验 其中2000多名住院患者使用蒂瑟米松治疗 结果发现蒂瑟米松仍让使用呼吸器的病患死亡率 从40%降到28% 而需要氧气治疗的病患死亡率已从25%降到20% 蒂瑟米松是一种广泛使用的类固醇 可用于治疗公式性关节炎和痛风等疾病所造成的发炎 如今英国研究又发现蒂瑟米松能大幅降低新冠重症患者的死亡率 这也是第一个能降低新冠重症死亡率的药剂 对打击疫情是重大突破 加上蒂瑟米松价格低廉 10天疗程每位病人只要约台币185元 对疫情严重的贫困国家是一大福音 也难怪在试验结果出炉后 英国卫生部就火速批准 让国民健保署使用蒂瑟米松来治疗新冠患者 不过专家也呼吁民众不要自行购买在家服用 因为这款药对轻症患者并没有太大疗效 明新闻众报导